大家好,欢迎收看志愿书香 我是宁希 喜欢请您关注我 这样您就能及时收看到志愿书香最新的节目 王阳明是明代著名思想家、哲学家 在学术思想上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心学体系 王阳明的思想一出世便产生了巨大的反响 为当时颓迷消沉的社会贯注了生机与活力 他的思想造诣深深地影响了我们 从他的经典语录中 我们思考着人生 从而找到了自己的一片新天地 今天宁希就来和朋友们分享王阳明的一些经典名言 可能朋友们会从中有所感悟 有所收获 首先来看死心不动随机而动 死心不动可以理解为心无杂念 就是不轻易对外界的一些诱惑 一些纷繁复杂所干扰 此心指知善知恶的良知之心 而随机而动就是在死心不动的基础上 把握住机会 其实这里说的更多的是一种心态 只有保持内心的简单、安静 才有可能做到真正的淡定 也才有可能集中精神洞察到身边的很多情况 当时机到来就可以采取行动 再来看下一句 凡处得有善有魅善 极有困顿失次之患者 皆是迁于悔欲得丧 不能实至其良知耳 这句的大意是处理事情出现有时好有时不好的情况 并且伴有困顿失序的弊端 这都是由于被毁欲得失的心所累 不能实际地获得他的良知 这几句话很有道理 很多人在工作中、在生活中总是手忙脚乱 患得患失 为什么会这样呢? 王阳明认为这是因为个人的得失心太重了 只想要好的结果 恐惧得到坏的结果 于是就蒙蔽了自己那颗本来能泰然处之 平和应对的心 如果我们放平心态 正确看待起伏得失本是人生常态 那么只要尽力而为 顺其自然就好 如此我们处理很多事情就能够更理性和更从容一些 再来看第三句 悔悟是去病之药 然以改之为贵 若留至于中 则又应要发病 王阳明的弟子薛侃 时常会事后后悔 王阳明于是就开导他说 悔悟当然是去除缺点的一剂良药 可如果把悔悟一直滞留在心中 那么反而又相当于增添了新的问题和毛病了 可以理解为知错能改就已经很好了 不要一直背着后悔和自责的包袱 有一句话说得很好 叫做弥天大罪 一悔便消 大家都是凡夫俗子 人非圣贤 孰能无过 每个人都有这样那样的错误和过失 能够时常反省和悔悟 以后不犯这样的错误和过失就很好了 千万不要一直放在心里纠结和痛悔 这样反而不利于身心健康 再来看下一句 凡人愤智 着了一分一死 便怒得过当 非酷然大功之体了 故有所愤智 便不得其正也 当一个人在愤怒的时候 很容易感情用事 有时候特别生气 就失去酷然大功的本体了 因此有所愤怒 心中就不能中正了 王阳明这句话 其实是在告诉我们 易怒 爱怒 暴躁 这些都是修养不足的表现 修养不足则意不定 心不正 既失去了酷然大功的本心 也违背了中正之道 这样的心有两个词可以形容 偏激和浮躁 生活中注意和克制自己的脾气 是矫正涵养的一条必经之路 人安有功夫说闲语 管闲事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就有纷纷扰扰 然而很多时候 并不是别人让我们烦恼 而是自己让自己烦恼 有些麻烦也是自己找的 这世界有很多是非之人 可是只要我们少理是非 不往心里去 那么很多事自然都会过去 世间本无事 庸人自扰之 与其为周遭大小事情操碎了心 倒不如专注于自己热爱的事 专心成长 少理是非 或许才更明知一些 再来看下一句 千者众善之机 傲者众恶之魁 这句的大意是 谦虚是一切善的基础 傲慢是一切恶的源头 那么谦虚为什么是众善之机呢 这是因为如果一个人能谦虚 那么他的内心是多一些善意 多一些宽容的 这样的人也必定是有涵养的 他的行为也是有教养的 这样的人自然更善一些 而傲慢者恰恰相反 他的心多了一些狭窄英智 封闭自视 他的心中充满了私心私欲 从而挤压和伤害到他人 又怎么会不更恶一些呢 这一千一二 值得深思 储朋友 勿相下则得意 相上则损 这句话是说 与朋友相处 彼此谦让就会受益 彼此攀比 只能受损 朋友之间最好的相处应该是 投我以逃 报之以礼 这是人之常情 长此以往 两个人的友情也会更进一步 所以朋友之间 彼此谦让为基础 不仅双方的利益 不容易受损 还能在互帮互助 互利共赢当中 使彼此获得更大的利益 两人之间的交情 也会随之越来越深 再来看下一句 大凡朋友需 真归指摘处少 又页讲劝亦多 方式 这句也是讲和朋友相处的 和朋友相处 彼此之间可以少一点 规劝指责 多一点开导和鼓励 所谓千金一得 知己难求 真正的朋友 不会开口就指责 也不是只讲大话和套话 当您碰到困难 他们鼓励您 把自己的宝贵人生经验 职场经验 甚至是把一些 行业经营的经验和技巧 无私地和你分享 诚心诚意地开导你 对你知无不言 我们身边如果有这样的朋友 一定要珍惜 再来看最后一句 人需在世上磨 方立得住 方能 静意定 动意定 这句话是说 人们应当通过 经历各种事情来磨练自己 通过磨练才能立足沉稳 王阳明告诉我们 入室做事才是人生修行的最好的法门 因为如果心不静而躁动 这些躁动就会在做事的时候 被充分地激发出来 而如果要把事情做完 做好 就势必要尽量地调伏自己的心 耐住自己的信 而这些正是对心性的最好磨力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工作本身就是一种自我磨练和修行 好的朋友们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阳明星学博大今生 理解也是随着阅历等等的改变而变化的 今天在这里只是抛砖引玉 希望能够和喜欢阳明星学的朋友们 一起讨论和学习 好的朋友们 这里是志愿书香 我是宁希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会